世俗賽開打將進入八強了 而台灣製造的產品登上國際舞台 因為球員所穿的球衣 包含像德國 阿根提 西班牙跟日本 這些國家隊的球衣其實都Made in Taiwan 甚至連足球鞋都有台灣的蹤跡 也受到不少國際品牌的青睞 世俗賽即將進入八強 但您知道嗎 很多球員身上的這一件球衣 其實都是來自台灣 一件件光鮮亮麗的球衣全是MIT 今年氏族包括德國 阿根提 西班牙 墨西哥和日本 的國家隊戰袍都是出自台灣之手 其實不只氏族球衣 像是英超非常有名的紅軍利物浦 就是他也是英超很強的隊伍 他的球衣就是有經過台灣的製造商經手的 只是可能上面不會寫說是MIT 擁有超過90件球衣的收藏家 他秀出滿滿戰利品 今年氏族周邊商品產值超過千億美元 球衣商機不容小覷 大概96件 從去年暑假開始 然後就是開始瘋狂買球衣 然後買著買著發現好像有商機 台灣仿製實力驚人 這回氏族光是原東心 就代工超過九個國家隊球衣 包括Adidas Nike等國際品牌 都是忠實客戶 他這個汗都分發出來了 他衣服保持乾淨 那麼冷熱他會調整 就是環保跟步調特性 讓這球衣受到各國青睞 然而不只身上球衣 腳上的球鞋也出至中台灣 球鞋工廠生產足球鞋 這樣的生產線世界都有 但還有一家一口氣拿下高達 埃迪達38%的製鞋產量 從西門町一間鞋店起家的成為家 靠著足球鞋 創立破百億的製鞋王國 直到現在除了埃迪達 Nike也有35%的足球鞋 出自於此 雖然沒能掛上名字 讓台灣揚名國際 但MIT球衣球鞋 在歷屆氏族賽 都扮演重要的隱形冠軍 記者黃志杰 張成岩 台北採訪報導 VIV